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加集中的是在脸部这个区域之内 五官当中可能我们很少观察的是什么呢 是耳朵 想一想您周围的朋友他的耳朵长什么样 估计没有几个人能回忆得起来 要说他是单眼皮 双眼皮 你肯定一下就能想得出来 好像耳朵实在是太不起眼了 但是有的时候耳朵会很起眼 你比如说有些朋友耳朵耳垂特别长 大耳垂间好有福气 还有些朋友可能耳朵忽生忽生长得好大 这个人的耳朵也很有特点 再有另外一种 恐怕就不是说让人觉得赏心悦目了 有的朋友的耳朵可能先天性的耳朵就畸形 几乎就没有发育 或者有些原因是因为外伤导致耳朵缺失 这个时候我们肯定一眼就会发现 心里就会叨过一声 他的耳朵怎么了 那么以往对于这种情况几乎是没有办法 但是现在整形医学这么发达 肯定有方法解决 那么您比如说我们下面给您介绍的这个案例 就是一个因为外伤导致耳朵缺失的朋友 是如何获得耳朵的 不过通过大屏我们也看到 好像他的这个新生的耳朵是在胳膊上长 此刻舒茂国正在仔细观察 小吉右手前臂上耳朵的生长情况 他的是你看其实如果我们要是削得好的话 他这个中间的窝窝会下去 中间的窝窝还会再下去 那是他自己维护的问题还是 还是他就是昨天他说今天状态不好 做了火车然后就是可能就是肿了 以前的窝窝比这个深比这个要好看的很多 哦 这个地方有轮廓是吗 对对对 轮廓比这个要好看很多 小吉的耳朵怎么会长在他的前臂上 这还得从小吉的危险遭遇说起 一年多之前他遭遇车祸失去了诱饵 于是他找到擅长耳朵再造的郭树中舒茂国两位医生 希望他们帮自己再造个耳朵 可是他的头部已经没有再造耳朵的条件了 造耳朵需要皮肤 可是现在小吉右侧头部的皮肤根本不够 常规的方法好像在小吉这儿不适用 他到处去找别的大夫 但是所有大夫都说这没办法做 这耳朵已经没有可能做了 所以他后来找到我 找到我开始我也觉得很有压力 因为他整个脸上全受伤了 到处都是疤 那个主要的几个血管都破坏了 那都按照我现在造耳朵的方法 基本我造了很多都是用这个局部的条件 所以局部没有条件 看那个地方皮肤是好的 我就可以把那个皮肤过起来 然后给他造耳朵 可是用传统的方法对这个病人已经没有办法了 郭教授所说的传统办法 在他每周二的专家门诊里都能看到病例 并且已经帮助了很多人 重新获得了耳朵 就像女的怀疑那个肚子瓦长肚皮长一样 等于是造出一块皮 所以现在这就是造皮的过程 我们就叫备料 什么叫备料 盖房子里面先有砖有瓦 我们就是做耳朵 就等于要放在这个位置上 对就放在这个位置上 这开个小口 然后把这放在这儿 然后回家 让他教会他家长 每天往里边打一点点水 你打多了他疼呢 就不需要在这儿住一家 不需要住 那是老办法 原来的办法是埋在里边每天打 那孩子疼得很 又住在医院花很多钱 所以这个我给他改了 特地改了 全让他回家 回家都交会 所有家长都会 最偏僻浓村的人都可以交会他的 所以他们回家以后自己打 打的是疼不得交我的 谁给你打呢 我父亲 不行 每天都要打吗 是 每天都打一样 我们打的都是爸爸给我打 那你疼不疼吗 不疼 原来那种办法打的要 挣到皮肤上那疼的 所以这孩子们都不愿意做 等于现在他是没有扎到上面是吗 没有啊 这不爸爸在这儿 就从这儿打 就从这儿打 你的那小伙子 全部都在这儿吧 哦 像这样子 啊 通常里面吗 哦 他是要买多长时间 这个被钻的 三个月 三个月 造这块皮肤 这个是打了多长时间的 打了多 是不是 40天 40天 就打了一半 一个多月一点 我现在打的过程中 现在激光还脱毛了 因为他有头发 是的 所以我把头发要脱的 你看头发都很低 这种孩子头发都很低 所以这像这个头发都不够 光用没头发皮肤不够 所以我们激光要中间脱两次到三次 这些需要手术的孩子们 都是先天小耳机型的患者 第一步手术 得在皮下埋入扩张器 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为下一步再造耳朵做准备 每次郭树中舒卯国的门诊 都像是科普课堂 耳朵需要手术的患者们 都是一起听治疗方案 了解手术步骤 可尽管已经有了改进很多的办法 但是小吉右侧头部 已经没有地方能埋扩张器了 得知情况 小吉特别担心 他现在就盼着郭老师他们 能帮自己造耳朵 此刻郭树中和舒卯国正在琢磨 在小吉身体的哪个部分 可以帮他造块皮 有了设想 大伙大胆求证 最适合造皮的部位 通过动物实验 大家找到了除了头部以外 最适合埋扩张器的部位 胳膊上造一块皮 因为耳朵挺大 它的耳朵不算小 耳朵前面后面还是很大一块皮肤 可是它胳膊这地方挺细 为什么选胳膊 因为这地方皮肤薄 实际上其他一边都厚 一边我们要坐到背上 屁股上这些隐蔽的部位 那做出太厚了 太厚就像人穿了棉袄一样 就没有形状 只有穿的衣服少了 人的体型才能显出来 耳朵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想这个地方皮肤薄 但是这个皮肤不够 所以我们放了一个叫扩张器的东西 它是个圆圆的一个水囊 放进去是空的 然后有个爸爸在外面 我们叫注射阀门 每天每天打一点水 这地方慢慢就鼓起个包来 鼓起个包的过程 皮也长了 很变薄了 所以我有更薄的皮肤 比原来的皮肤更薄 并且我有足够的皮肤 我来造耳朵 所以这个时间 持续了四个月的时间 经过每天定量注水 扩张器的水囊也逐渐撑大 120多天后 妈妈陪着小吉再次来找郭教授 此时他右前臂上 已经鼓出了一块 可以用来造耳朵的皮肤了 小吉好奇 接下来 医生们要用什么 替代扩张器的水囊 做自己耳朵的内支架呢 耳朵这个结构啊 确确实实 我们自己要回忆一下 你要准确的画出一支耳朵的内部结构 那似乎是不可能的 形状我们可以 耳朵内部结构太复杂了 勾勾坎坎的啊 有上有下的 这大概一共是14个解剖位置 完全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精确的复原它 很难 那么像有一些朋友呢 可能是先天呢 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侧的耳朵非常好 而另一侧的耳朵呢 可能就会非常非常的小 那么现在呢 怎么去解决这种办法呢 让它要两边变得对称 几乎一样 那么就是实际上 在我们这个耳朵附近的这个皮肤里呢 冲上一个水囊 让皮肤呢 慢慢的伴随着这个冲气 这个体积啊 让它长长长长 长到足够的程度 来再进行造型 也就是说呢 这块有了足够的医料 可以来裁衣服了 那么这是对于这种病人 但是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位患者来说 这个方法肯定是不行 因为他本身是这个位置受了外伤 你放不进去这个 那怎么办呢 只好采取其他的办法 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在他的这个前臂 这个位置呢 来养耳朵 历经了小半年时间 医生们在小吉前臂上 获得了一块厚薄适合造耳朵的皮肤 下一步的重点 是要确保放入的支架 能让这块皮肤呈现出耳朵的形状 还得确保这个区域有血管 使得再造的耳朵是活的 郭教授把下一步的手术重点 告诉了小吉 再造的耳朵像不像 就要靠这次手术了 放入皮肤里的支架形状 是关键 我用3D打印肌肤 先把那个好耳朵造的 做了一模一样的好耳朵 所有的方向调整的 为了确保耳朵外形逼真 无数中利用机器 立体打印出 小吉耳朵模型 这是我们人体上最复杂的一个结构 要14个解剖结构 你看这外面这叫耳聋 这里面叫对耳聋 这叫耳周 这叫三角窝 这对了上脚下脚 耳聋脚 耳平 对吧 耳甲 耳挺 耳垂 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的结构 哇 真的是 我们要做叫以甲乱针吗 你不能做出个大黑的耳朵样子 要做出个基本 要做出那个 至少跟他对付的那个耳朵是一致的 对 所以你看我们大小啊 轮廓呀 我雕刻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 我先雕外面的 所以我外面的大小轮廓一样 然后包括角度 然后我再雕细节 然后把它钩槽掏出来 里面东西掏出来 所以是先是这个大的轮廓 然后小的轮廓 然后最后精细的轮廓 然后有这么个架子 我们的快乐的薄皮盖上去 它真的样子好看 所以有这个3D打印东西 就方便很多 方便很多 我也发现 你看我拿这个耳朵模型 是这样拿的 就是耳朵长什么样 我可能就这样拿 但您不是 您是上来就这样躺着拿 因为我雕的时候 我要这么看着雕 我要雕另外一个 我拿着软骨一条一条的拼 我在雕的过程中 我要看最外科的 然后这是我工作的习惯 很少有人 你看这样 你看不到全貌了 看不到 你这样也不好看全貌 这样是从我们视觉上 最好看全貌 一览无余了 对啊 一般现场你要抓紧时间 在手术室里 大概花多长时间来雕这个耳朵 一般最快一个小时 慢的两个小时 当然你要是金雕细 可以有时到三个小时 取决于这个材料软硬度 年龄大的人骨头硬的时候 你知道石头不好雕花 木头好雕花 要软的 小孩子我就雕得很快 尽管三地打印 能精确还原 需要再造耳朵的外形 但是实际操作中 需要雕出耳朵的轮廓 为了提高自己的雕刻能力 姑术中经常到医院隔壁的 西安美院雕塑系 找王志刚主任 王志刚的美学观点 总能给郭树中 很好的启发和建议 作为整形美容科的教授 他也认为 不仅要给患者造出真的耳朵 还得美观 让头部整体 看起来协调 有美感 平时一有时间 郭树中就会练习雕耳朵 土豆是他常用的材料 他必须极其熟悉 患者需要再造耳朵的形状 样子 完整雕出耳朵的解剖结构 真的是真的一样 你就照着这个来雕 对 最难雕的或者最复杂的 就是这个边 因为这个耳朵好看不好看 全是这个外轮廓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外轮廓做得好看 人的内软骨 它不是一块完整 是软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和这一样才行 就是说你一刀下去 削了 没了 没了 所以你必须要理解这一点 来 给你一个 你选择用胡萝卜 胡萝卜有点像我们的内软骨的这个印度的质地 可是土豆也有点像 但土豆没有那么更好 就是今年的土豆好像水头有点多了 水分太多了 你削多了就没了 你可以一刀削不到 可以再削一刀 但是如果削多了 你就再也不会有了 所以永远记住这一点 你永远把这个胡萝卜当那个内软骨来用是吧 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短短十几分钟 郭老师就雕出了逼真的胡萝卜耳朵 这样的练习 就是为了在之后的手术台上 能以最短的时间雕出耳朵支架 每一位走进手术室的耳朵再造患者 一辈子 只有一次手术机会 这就是我们取下来的脆骨 这就是内软骨 我们要把它塌上去 先做一个叫 主类子 主支架 原来 耳朵支架材料就是人体自身的两根肋软骨 取了就再也没有了 这外面这一种叫耳龙 这个叫对耳龙 这个叫耳周 我现在 耳周 其他还没做出来 慢慢等着这个软骨下来 干脚窝呀 什么 手术中 手术中是一边取肋软骨 一边雕耳朵支架 耳朵的十四个解剖结构都已经印在果树中的脑海里了 在这张手术台上 他只用一把十一号手术刀 帮很多人再造了耳朵 此刻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忙碌 小吉自体软骨组成的耳朵支架做好了 于是小吉索前臂上 放入支架的耳朵 也长得有模有样了 不过 大伙都好奇 这耳朵得长多长时间 才能移到头上呢 那么现在呢 在手术过程当中 那么郭大夫的主要任务呢 就是拿着小伙子身上的一块肋骨 然后呢 利用手中一把类似于雕刻刀一样的手术刀 一点一点精雕细刻的把外形做好 然后呢 才可以给小伙子放上去 那么应该说呢 前两部工作都已经基本完成了 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图片 就是刚才啊 我们前面提到的 要把这一块呢 放到小伙子的手臂上 让那个手臂上呢 逐渐能够生长出来啊 恢复耳朵外形的这些皮肤呀 肌肉啊 组织啊 包括血管 因为我们说 你这个耳朵种上去之后啊 就算是你人体自己的 你如果血管对接不上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这块肉慢慢的也会坏死 那么如果说 其他的一些神经什么的 如果不接通的话 也可能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么要一个活耳朵 就必须要经过这几步的过程 所以呢 我们现在到了手术室里 就是最关键的一步 要为他安上属于自己的耳朵 几个月后 天气暖和了 小琪手臂上的耳朵 长得很好 他期待很久的最后一次手术 要做了 医院这边也已经行动起来了 全院多部门汇聚在一起 大伙考虑 怎么把再造耳最后这次移植手术做好 前面的那么多努力 就是为了把再造的耳朵 移到小琪的右侧头部 这次的难点是 皮下的血管和神经 这些是保证耳朵活的关键 可是小琪车祸后 经过多次手术 他的血管神经的位置都变了 这对手术来说 第一步麻醉都有难度 由于射击移植 其实这次手术是两台手术同时进行 面部的缝合更是涉及到显微手术 而且这台手术没有可以参考的先例 大伙必须在各自的环节 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才行 你看这就是咱们麻醉手术部 今天手术就等于在这做是吧 对 是的 我们是经过批准才能够来你们这 是 只有我们得到天方的批准 然后才能够进去 我们张副长 你好 会儿长 好好好 欢迎你来 今天里头那手术都准备的已经好了吗 都已经好了 所以我们得快点 好吧 这是你俩的鞋先换 好的 然后我们进去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你进去以后像你这长头发 必须戴我们的帽子 把你的头发里全部过起来 然后自己的衣服 除了内衣 其他衣服全部不许穿 好的 好的 这个衣服 那我们赶紧先换衣服 好的 这边 头发是一点都不可以 是的 麻烦您了 咱们手势里对这个要求这么严格 对 我们头发不能露出来 我们的洁净走廊 两边全是我们的辅助用房 这边是我们的病人入口 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们的手势通知单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的手势通知单 我们今天一共150台手术 150台 我们要拍的钱币在照在什么 我们 最下面 最下面 我们得拉起来看 这个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 在第五手 我们就会把您放在床上 然后就会给点药 给点药之后 你可能慢慢就睡着了 所以你心情放松 等你醒来 可能我们的耳朵一起就中了 此时 手术室里一切准备就绪 针对今天手术的特征 大伙还准备了 保证血液循环 避免低温 血管收缩的保温设备 今天这个手术 最大难度是在于血管 要找到 准确的找到血管 要把它稳接起来 因为它的原来这个 做手术的这个头部 是做了几次手术的 胳膊上也前面做了两次手术 所有的血管都 不是在我们能够正常 找到的那个位置上 它可能位置已经变异了 因为当时扩张器 做耳朵支架的时候 它已经位置变了 那么头上也是做皮拌 的时候位置变了 这是今天对我们来 是最难的问题 另外做过手术以后 有时候血管怕有损伤 于是 大伙在做手术前 再次确认血管的具体位置 郭老师负负责手术 取下前臂上 再造耳这部分的工作 他在小吉手臂上 仔细标出血管位置 我们要保证它充分的血过 那么这是保证这个 一植物成活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因素 那么真的这个难点呢 我们才有了这样的一个 区域神经走组的方法 那么在这个神经走组的方法中呢 我们更重要的是 我们愿意在B超眼道下 就是这个B超来现在 相当于马德克医生的 第三只眼睛 手术室里利用B超 找到血管和神经 进行精准区域麻醉 这样能保证手术中 顺利取血管和神经 麻醉工作达到预期的效果 再造耳朵移植手术 正式开始 证据时间 因为这个不能缺血的时间太长 从这取下来以后 这块肉就一点血都没有了 我们必须尽快地把它接通 接不通的话 它就缺血时间太长 就不活了 所以我们要抢时间 所以两边手术一块做 等我把这边取下来的 书中已经把书区准备好了 然后我们就接着去血管和神经 两对手术主力都在全力以赴 由于血管和神经都很细小 必须在显微镜下进行吻合 其实我说上去 只需要把皮肤切开 我们根据我们术前 找定好的这个血管的位置 我们去找这个血管 这个血管大概有一点五到两个毫米 大概每一个血管 大概我们要缝十二到十五帧 两台手术同时进行 手臂上的再造耳朵取下来了 带着血管和神经 和头部柚子的血管和神经 经过七个小时 整台移植手术顺利完成 小鸡的耳朵回到它的头部了 现在整个耳朵全部从胳膊上移到了脸上 周围的伤口都全焚上了 尽管那耳朵有点肚 但是有耳朵 对病人来说第一位的是有耳朵 手术第二天 小鸡各项生理指标正常 再造耳移植手术成功了 十二天后 耳朵的伤口长好了 顺利拆线 如今小鸡真实感受到了耳朵的存在 三四个月后 耳朵的水肿会逐渐性 到时候小鸡两边耳朵就一样了 国术中舒茂国团队利用最新的第四代耳再造技术 让许多病患重新拥有自己的耳朵 机场跑道上的义务 威胁着飞机起降的安全 全世界的机场又如何保障机场跑道的时刻干净呢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机场跑道守护眼 上级